2016年的美國總統參選人 可不只是各位所看得到的 檯面上的三個人 也就是特朗普、希拉里 還有桑德斯 其實還有更多的人 我們來看看 參選的知名度還算比較高的 這個總統參選人究竟都長啥樣 歡迎收看白宮意見 我是張精益 這一期我們來講講 沒戲的美國第三勢力 總統參選人 我們都知道 目前美國兩黨領跑的 總統參選人 希拉里跟特朗普 是雙雙被冠上了 有史以來最不受歡迎的 總統參選人的封號 但是這會不會代表著 這個第三勢力就有戲呢 這讓我想起來 日前呼聲相當高的 這個紐約前市長布隆伯格 一度是有封聲說 他要來獨立參選 但是呢 後來他是公開表示 他不選了 為什麼呢 日前呢 我有機會去出席 他一場這個座談會 是聽到了他的一首告白 美國憲法究竟有哪兩個奇葩的規定呢 讓第三勢力沒有戲呢 布隆伯格說啊 第一個就是這個美國大選絕大多數的州啊 玩的是贏家通吃的這個規則 也就是說呢 第三勢力的總統參選人啊 就算在每一個州都是獲得第二多的這個選票 最終呢 也是一張選舉人票都拿不到 那麼布隆伯格說呢 第二點這個就算呢 這個第三勢力的總統參選人啊 是贏得了某一些州 但只要呢 這個台面上的這個總統參選人 沒有一個人呢 得到270張的這個選舉人票 那結局呢 就是送到美國國會來決定 那我們知道呢 目前美國國會的參眾兩院啊 都是這個共和黨掌控的 因此呢 如果結局是送到美國國會來決定 我們可以預料呢 下一個美國總統呢 將會是共和黨的 因此啊 這個布隆伯格是苦笑著說 74歲的他呢 還不知道日子還剩多少 因此還是好好的過日子吧 儘管呢 這個布隆伯格的一個財富啊 可是名列美國前10名 比特朗普的一個財富啊 還要多上將近10倍哦 那再加上呢 他在這個紐約市長的一個任內表現 還不俗 因此跟特朗普一樣 也都有全美的知名度 但是沒有美國兩大黨的支持 還是沒有用 根據多數的民調都顯示 如果這個布隆伯格投入選戰的話 跟這個希拉里 還有特朗普競爭的話 他的民調支持度呢 也才只有10%左右 是不上不下 美國歷史上 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小黨的這個總統參選人 選上過總統的 這就是美國總統大選的現實 這裡呢 甚至有個總統參選人啊 還有自己的競選廣告 不過我會建議他呢 還是換一換男主角吧 製作詞 字幕為反映 支持明鳩 姿子 好 字幕為反映 記錶 感谢观看